编译,王德华,美国制裁伊朗的目的,14秒,推高油气价格,既有利自己的油气出口注意美国经济,又打严重依据石油出口的伊朗, 同时打击严重,伊朗石油进口的中国,还离间伊朗和欧盟的关系,可谓用心恶毒,得到多助,失道寡注,俄卫星通讯社英文网站,近日看法文章称,中国和俄罗斯,不会让美国阴谋得逞,伊朗必须取得成功,特朗普未能实现经济战争,对中国两国自己的未来很重要,一文如下,周一, 特朗普政府再次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对德黑兰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是为了遏制伊朗的恶性活动,他还说,伊朗人对自己领导的失败感到不满, 伊朗的黑兰大学教授穆罕默德·马拉迪州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重新实施制裁,的决定下距离伊朗国内的紧张局势,加深了美国和欧洲在伊朗政策上的分歧,今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 马安迪告诉主持人,他说,最重要的阶段是在11月,那时所有的制裁都全面开始,过去几周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影响,特别是心理上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 因此今天,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发表声明后,伊朗市场受到任何影响,当然,美国政府试图做的事,在伊朗人中间制造恐惧,让普通伊朗人受苦,他威胁外国实体,欧洲实体,公司,商业,公民,以及韩国和日,本公民和商人,这些人参与伊朗经济,与伊朗做生意的投资伊朗, 因此,美国基本上是在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告诉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至于华盛顿是否有可能改变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德黑兰首先必须彻底改变其政治路线,蓬佩奥州一程,是的,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我也都非常清楚,我们非常希望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但是需要伊朗政权做出巨大的改变,他们必须,嗯,他们必须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国家,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很简单,这位官员继续敦促得黑兰尊重人权, 据报道,大约有六个伊朗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该国日以恶化的经济和生活条件, 截至周二,伊朗当局将无法再购买美国钞票, 此外,美国将对伊朗的工业,实施广泛的制裁,包括出口地毯,上周五,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加尔德扎里夫表示, 美国应该重新考虑是否退出伊朗核协议,全面行动计划, JCPOA, 美国大方面退出协议,以及威胁恢复对伊朗的答辩制裁,都与联合国的决定相矛盾,引起各方的反对,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考虑国际社会的意见,纠正其错误行为, 扎里夫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加坡举行的东邦部长级会议见系会务时表示, 马拉迪告诉俄卫星通讯社, 惊怀伊朗普通民众,在未来几个月将面临困难,但也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认为伊朗人已经为下一阶段做好了准备, 伊朗人将越来越多的从美元和欧元中走出来, 并且将用人民币和俄罗斯货币这样的替代货币来继续他们的贸易, 一些国家已经表示,他们将继续大量进口伊朗食油, 我认为伊朗将本过剩的石油产能出售给私营企业, 我不认为会发生什么悲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从长远来看, 这对伊朗来说是件好事, 因为这将是美国在使用美元和金融机构作为武器方面的能力下降, 而且,我认为,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认为, 伊朗有必要取得成功, 特朗普未能实现经济战争对他们自己的未来很重要, 我认为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感受, 根据马拉迪的说法, 欧洲国家不太可能支持特朗普和他的叫做事的行为, 继续与伊朗做生意, 欧盟宣布抵制美国对伊制裁, 欧盟修订后的阻断法规将于7日生效, 阻断法规旨在鼓励欧盟公司无视美国的制裁威胁, 他还规定欧盟将补偿欧盟公司因为在伊朗进行合法的交易而受到的损失, 美国近来还派高官前往世界各国, 试图说服各国支持其对伊制裁, 和削减伊朗是有紧口, 但大多遭到拒绝, 中国外交部罚言人耿爽三日曾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和伊朗在不违反各自国际义务的前提下, 保持着正常交往与合作, 就和情和理合法, 无可非议, 它趁, 中方一挂反对大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这个立场是坚定明确的, 中方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维护, 对于美国要求各国11月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仪式, 日本外相科也强调, 日本将会和美国协商, 今后日本将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仪式, 开始一 时代盆anca cult后, 由于美国很敬礼数字路 точANT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仿素, 写春千代以 Channel称编子和出 пост Serv Laughter